A.E.K.亚点2比1凯尔特人A.E.K.破评局魔咒原创 赵小棠一 比赛信息及双方阵容对战双方A.E.K.亚点V.S.凯尔特人比赛赛制2018年到2019年度欧洲冠军联赛比赛时间2018年8月15日凌晨2点比赛场地亚点奥里匹克体育场2比赛分析A.E.K.亚点是希腊的传统净率上赛季状态极佳终结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七连冠时隔24年重回赛事巅峰 再次夺得希腊顶级联赛冠军 而在欧洲赛场虽然此前的季弦热身赛中A.E.K.亚点表现欠佳 仅取得1胜2平1负的战绩 但是整体防守出色 欧冠两对手回合交锋中A.E.K.亚点更是客场逼平凯尔特人 拿下客场进球优势 球队在新赛季更换新帅 状态不错 凯尔特人是苏超的绝对霸主 欧冠经验丰富 但是近期球队整体状态不佳 在8月11日的联赛 中克场以0比1爆冷布迪哈茨 新赛季各向首场军首败 并且在本场比赛中中场主力加拉诺保洛斯因上场吃到红牌 本场不能出战 比赛中A.E.K.亚点不负众望 仅在开场6分钟就由布里托罗德里哥加洛射入第一例进球 第8分钟凯尔特人取得第一个脚球 第14分钟凯尔特人第二个脚球 第35分钟凯尔特人第三个脚球 但三个脚球均无建树 第42分钟马尔克力挖甲A.E.K.亚点吃到第一张黄牌 第44分钟凯尔特人第四个脚球 上半场以A.E.K.亚点射入 的唯一一例进球结束 下半场又是刚开局 全场第50分钟A.E.K.亚点的马尔克力挖甲 以投球攻入第二例进球 第53分钟布里托罗德里哥加洛A.E.K.亚点染黄 为本场第二张黄牌 后凯尔特人也是到两张黄牌 终于在第78分钟凯尔特人的斯科特辛克莱尔投球 攻入球队第一个进球也是全场第三个进球 第90分钟 比德曼达洛斯A.E.K.亚点第五张黄牌 不16分钟全场无建树 最终A.E.K.亚点一二比一 利亚凯尔特人 夺得本场胜利 微信更新 请公众号搜索 比尔足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